觀眾朋友大家好 現在由中介衛為你報導新聞 首先是新聞提要 新英日同盟承認 阻止中共加入跨太平洋夥伴協定 以色列是否重要盟友白宮拒絕表態 馬里蘭成美國第一個州對科技巨頭廣告徵稅 中美航線中國航班突然接連取消 拜登15美元最低工資 將令托移費用暴漲數百萬人失業 以下請收看詳細內容 拜登上台後與北京關係曖昧不明 反共中心似乎開始有所轉移 本月初英國提出申請加入 全面與進步跨太平洋夥伴關係協定 一枚刊文指出 英日組建的新同盟已經承認 將阻止中共加入CPTPP 日經亞洲評論Nickei Asian Review 日前刊登資深編輯中澤克爾 讚寫的分析文章稱 中共去年11月表態要積極考慮加入CPTPP 中共外交官已經發現 英國脫鉤之後的政策可能會阻礙北京的亞太戰略 文章引述外交政策專家的說話 英國申請加入CPTPP 對北京是一個打擊 以日本正展開雙臂 歡迎英國的申請 如果獲承認 英國將是CPTPP 自2018年生效以來 第一個新會員國 文章指出 英日兩國之間的關係 越來越似新的準聯盟 這是日美同盟的補充 而英國也有可能介入美國、日本、印度 和澳洲的四方安全對話 The Quadrilateral Security Dialogue 共同對抗中共的海上擴張 早在2月3日 英日兩國外交部長 和國防部長舉行了二家議會談 雙方對中共在香港和新疆 進行的政治打壓和人權迫害 表示嚴重關切 此外 日本自衛隊有望在今年年底 和英國航母打擊群 在亞洲舉行聯合演習 而另一方面 中英關係目前則不容樂觀 去年 中共單方面撕毀中英聯合聲明 打破對香港一國兩制的承諾 2月4日 英國通訊管理局 吊銷了中共大外宣機構 環球電視台CGTN 在英國的廣播執照 作為報復 中共在12日 也宣布取消英國廣播公司 BBC的落地牌照 同一天 彭博社報導 英國首相鮑里斯約翰遜 Boris Johnson 計劃在2月19日 召開G7領導人網絡會議 以組建抗擊中共病毒疫情的統一戰線 並開始制定對中共的聯合戰略 報導引述外交文件的內容稱 英國還提出一份復甦計劃 以及一項促進開放社會 民主價值觀和人權的聲明 供七國領導人 以及今年受邀的三個來賓國 澳洲、韓國和印度簽署 英媒早前報導 英國計劃和上述國家 組建新科技聯盟 以對抗中共 一前 英國啟動了針對港人的BNO護照簽證通道 引發中共激烈反對 此外 英國議會還推動一項貿易法案修正案 要求最高法院初步裁決中共是否犯有種族滅絕罪 以便限制英國政府和中共的貿易合作 自川普總統上任之後 非常注重美國和以色列的雙邊關係 也一直是以色列的堅定支持者 在川普政府的滑船下 以色列和阿聯酋、蘇丹、巴林等國 簽署了和平協議 在美國是中東地區 前所未有的重大外交政績 自拜登上台三星期以來 拜登政府和以色列的關係 面臨越來越多的質疑 白宮新聞秘書詹撒基 Jan Saki 在12日週五的新聞發布會上 被問到拜登至今 還未和以色列總理 本潔明·奈塔尼亞胡對話 拜登政府是否仍然認為 沙特和以色列 是重要的盟友時 薩基迴避了明確的表態 故左右而言地說 拜登沒有與前總統川普 關係密切的以色列總理打電話 不是故意的傷害 否定冷落了以色列 並將原因歸咎於拜登上任時間短暫 但同時他又不認為 拜登有計劃在不久的將來 和以色列接觸 但一些分析人士認為 沒有電話會議 標誌著新政府的外交政策重點 發生了轉變 因為以色列前聯合國大使 在推特上直接寫信給拜登 詢問電話會議何時都來 儘管以色列總理 對拜登的外交詞意 仍然保持沉默 但內塔尼亞胡政黨的全球分支機構 世界利庫德集團主席 星期三在推特上 暗示拜登對以色列的忽視 他在推特上提醒拜登 與美國最親密的盟友取得聯繫 並列舉拜登上任以來 其實已經與加拿大 墨西哥、英國、法國、德國 印度等其他盟國領導人通過電話 現在可能是與以色列總理溝通的時候了 馬利蘭州成為美國第一個 通過了向大科技公司的廣告收入 加稅法案的州 之前州長拉利·霍根 Larry Hogan 曾將該法案否決 但最後由民主黨控制的立法機構 推翻了該否決 在州眾議院以88票贊成 32票反對的投票結果 推翻了州長的否決之後 州參議院也以29票對17票的結果 做出了同樣的裁決 該法案有兩個組成部分 提高煙草產品稅 以及對數字廣告收入 實施全新和更高的稅收 州眾議院的一份摘要稱 該法案對在該州 從事數字廣告服務的個人的年度總收入徵稅 該摘要透露說 人們將根據它整個年度 在全球各地的總收入來交稅 數字廣告收入較高的人 將被要求按照更高稅率 來繳納收入稅 州參議院主席 比爾·費格森 Bill Ferguson 是這項立法的領頭人 在投票前不久 他在社交媒體上發表說話說 亞馬遜、臉書和谷歌等公司的利潤 在疫情期間大幅增長 而我們在大街上的商業 卻難以跟上形勢 他表示 這項針對每年僅靠數字廣告收入 就獲益超過1億美元的公司的稅收 是確保馬利蘭州大型科技公司 能夠好像我們的小企業一樣 納稅的重要機制 在馬利蘭州的預算 因中共病毒而受到不可預見 和天文數字規模的影響之際 馬利蘭州的家庭和企業 正在承擔著帳單 或者大型科技公司 也可以開始承擔他們公平的份額 一項分析認為 廣告收入新稅 每年徵收的稅額 可能約為2.5億美元 這項法案 是美國各地 揭制大型科技公司 例如臉書等公司 的一系列努力之一 大型科技公司 正在累積更多資金 並通過封殺川普總統等人的帳號 來公開展示自己手中的權力 去年 共和黨州長霍根 在寫給州參議院主席 佛格森和州眾議院議長 艾德里安瓊斯 Adrian Jones的信中說 他否決了這項法案 因為他認為 這項法案在很多人已經失業 並陷入財務困難的時候 會提高馬利蘭州人的稅款 自從中美實行 對等的一週八班航班的措施以來 根據中國南方航空網站 2月12日年初一 CZ-328 洛杉基飛廣州航班取消 同時2月14日 廈門航空 MF-830 洛杉基飛廈門取消 東方航空 2月22日 和3月24日 MU-588 紐約飛上海取消 中國國際航空則取消了3月2日 和3月30日 CA-770 洛杉基飛深圳的航班 對於取消原因 航空公司軍表示並不知曉 國航官方說法 是受公共安全 此疫情影響原因 受影響的旅客 可登陸官網 或APP 進行機票變更後補 當航班有空餘座位時 會儘快通知旅客更改機票 旅客也可聯繫原購票渠道 辦理退票 免收退票手續費 機票業者Selena表示 剛開始南航取消 說是因為過年人少 後來又說不是 黑人打電話過去問 航空公司說是融斷 到底什麼原因取消航班 目前還沒有任何方面出面解釋 機票業者包先生表示 目前看來並非是航空公司自願取消 而是民航局要求取消 相比之下 美國的航空公司 美聯航和達美航空 目前還沒有收到任何減班的消息 也沒有在美國交通部等相關部門 看到任何相關公告 據初步估計 美國航班會繼續 按照目前的排班飛行 保持一週八班的節奏 因此建議要去中國的旅客 選擇美國的航空公司會比較穩妥 因為無論是之前的融斷 還是這次無預警取消航班 都發生在中國航空公司居多 美國的航空公司變數比較少 美國眾議院日前批准在5年內 將聯邦最低工資提高到每小時15美元 眾議院議長南希佩洛西 表示對此感到非常之好 但是一份有關15美元聯邦最低工資 對托移成本影響的新研究報告的作者表示 雖然此舉將提高一些低工資工人的收入 但將令全國各地的托移成本 在一些州增加43% 美國傳統基金會保守派致富的經濟 預算和權益研究員 雷切爾·格雷斯勒 Rachel Grisler 在接受新唐人電視台採訪時估計 在全美範圍內 托移費用不得不平均增加21% 那對一個有兩個孩子的家庭來說 每年將帶來額外增加3728美元的成本 有10個州的成本會增加30%或更多 正是密西西比州的成本就會增加43% 愛河華州和印第安納州等幾個州的 兩個孩子的托移費用 每年會增加6,000多美元 此外 聯邦最低工資上漲的另一個影響是 將令一些人完全失業 有很多人剛開始進入勞動歷史場時 無法產生那麼多價值 他們需要一些經驗和額外的教育 而國會通過的這些措施 基本上是將某些人從勞動歷史場上排除出去 它引用了國會預算辦公室的預測 估計如果聯邦最低工資提高到每小時15美元 可能會有100萬到300萬人失業 他說在短期內 他們會失業並尋找工作 從長期來看 他們會退出勞動力隊伍 其中的一些人 可能會求助於殘疾保險計劃 其中一些人 可能不得不搬到朋友或家人那裡住 因為他們沒有任何選擇 這一節的新聞為你報導到這裡 如果你喜歡我們的節目 請點贊、訂閱和轉發 那也是對我們很大的支持 多謝收看我們下次再見 我們下次再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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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下次再見